今天本届耐克巅峰赛正式结束 由二世界全美第一最强白云高中生 库普弗拉格率领的美国联队 以98比75击败世界联队取得胜利 在过去的25次交手中 美国联队取胜了17次 本期视频来盘点一下哪些球员 搅出了出色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Terry 首先库普弗拉格是美国联队中 表现最好的球员 他出战25分钟 11投8中 3分球2投1中 罚球2分2中 高效的贡献19分 11篮板2中锅的数据 这位承诺杜克大学身高69寸206公分的球员 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自己劲爆的身体天赋 还可以在场球探 秀了一下自己全面的持球进攻技术 无论是三分远投 突破后的急停中投 背身后仰跳投 还是各种扣篮 样样惊投 他不愧是25年的状元热门 接着美国队中得分第二高的是 库普的高中校队队友 羚羊王子SNEWELL 这位承诺乔治亚大学的球员 今天12投6中 3分球4投1中 罚球5罚4中 得到17分是篮板3抢断的数据 其中前场篮板球有6个 不仅是今天的正赛 SNEWELL在之前的视讯中 也像一众球探 展示出了自己的天赋 除此之外 24届全美第一空位 有着小哈登支撑的新二代Dylan Hubbard 本场贡献14分 其篮板3助攻3抢断 24届全美第二的超级体能怪S Bailey 这手感不佳 15投6中 3分球7投2中 得到14分 用篮板2抢断 这位承诺罗格斯大学 身高69寸206公分的球员 在此前的视讯中 给球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其全面的进攻技术 劲爆的身体素质 让专家们确定 他又成为25年选秀大会 热门人选的潜质 世界联队这边 25届全美敌 AJ DeBonsa表现最好 他14投7中 3分球7投2中 罚球6罚5中 砍下21分 7篮板3助攻2抢断 这位穿鞋身高6尺9寸 206公分的球员 面对基本上都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对手 也能在球场上游刃有余的得分 现在很多人认为其的模板是保罗乔治和麦迪 AJ在去年夏天从26届跳级到25届 很快就抢到了同届第一的宝座 然后过去的一年持续进步 他最早可以参加2026年的NB选秀 除了AJ之外 长导路德高中主将 承诺贝勒大学的暴力后卫 VGHKung贡献17分5篮板两场段 他在比赛中多次上演热血爆扣 而法国籍控卫Nolan Taori 则14投8中 3分球4投2中 砍下18分2篮板4助攻 引起了非常多球他们的兴趣 赛后Nolan对媒体表示 现在斑马弯比和法国体能怪库里巴里 已经在联盟打出了影响力 而接下来的这一代法国年轻球员 则将追随两人的脚步 进入NBA 并告诉世界他们非常非常的棒 的确 去年有两位法国选手进入了选球乐透区 而今年则有可能达到三位 并有可能再次抢到状元秀 法国篮球现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最后中国旅美少年旁青芳 在今天的比赛中 只获得了两分多的出场时间 一头零重 没有得分入账 抓到了一个篮板球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庞青芳并不是霸王龙 在本周早些时候 耐克巅峰赛官方给出了一份体测数据 庞青芳穿鞋身高6尺7寸201公分 臂展只有6尺4寸193公分 但隔天又给出了一份更新过的 这里面庞青芳穿鞋身高69寸206公分 臂展6尺8寸203公分 臂展只比身高略短 而AJ迪邦萨的体测数据也有变动 臂展达6尺11寸210公分 就你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